周深妈妈知道春晚假瓜了 原来我们也在同匹片海里冲了 看到你了看到你了 唱得好好听啊 对然后第二年没有上玩就回去 我就发现有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一开始每一年之前 春晚都会出现个假的节目单 我妈妈就默默地告诉自己 我儿子你们变上了春晚了 就跟自己的亲戚们就说 大家记得大年春晚 看央视春晚有玩自由 然后除夕当晚 我在跟爸爸妈妈吃饭 然后他们就说 没事没事 我们在这里上 然后一边说着一边又一边说 啊是的是的 今年啊可能就是暂时就是 还暂时没有出现在春晚了 但我们明年争取啊 所以我一跟我爸爸妈妈说 一条一条 尴尬尴尬尬尬尬尬的是你吧 23年周深又成功上春晚了 独唱个人单曲华开网哟 周深连续两天游舞台看 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终于要来了 大会看幕式将于9月16号8点 在湖南卫视芒果TV现场直播 又可以听周深天赖的歌声了 还有就是2023太湖美音乐会 也关心定档了 将于9月17号央视总台部出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我是爱热 意义之光美美与共 举杯妖明月梦缘禁故乡 9月17日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太湖美音乐会 畅想太湖之美 共赏江南风光 周深在太湖美音乐会录制中 用唯美的嗓音 潜心演为了江南名曲太湖美 相信由周深演唱的太湖美 在播出后 无锡太湖的秀美风景 会被更多人知晓 听着周深的歌 看遍每一个城市 周深不愧是时代之声 畅想这个时代的每一座城市 唱出每一个城市的美好 热气期待这国家级的大制作 期待周深用水晶般唯美的嗓音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太湖美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当知道要演唱太湖美的时候 是我一开始会觉得 挺好的呀 自己很熟悉的一首歌 然后再去了解这首歌 会觉得压力就会 随着我的了解越来越大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都演唱过 而且每个版本都非常经典 而且也是无锡的试歌 所以那一下就会觉得 自己会害怕 会唱不好这首歌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个南方人 但是到了无锡 看到无锡所有的景色 还是会忍不住 哇 真的很漂亮 就会开始脑海中的 所有江南的山水花 就会浮现出来 就会觉得 自己真的很想走进了 这个山水花一样 无锡排骨很有名 然后这里的太湖三白 也非常有名 然后这里水蜜桃也非常好吃 就在这里会吃得非常非常开心 我吃得很开心 而且哪怕它 我是喜欢吃辣的 但哪怕是这边不是 比较辣的口味 我吃得也觉得非常好吃 具体后面还有什么呢 大家记得去听这首太湖美 意义之光美美与共 9月17日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太湖美音乐会 畅想太湖之美 共赏江南风光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生生不息港乐季 第二季据悉 港月季第二季将于10月开始录制 11月正式播出 你要12人常驻 其中宣传喊报中 6个剪影已被破解 分别是谢霆锋 黄岐山 容佐尔 宋亚仙 邓子奇和周深 每个剪影都伴随着一个标签 周深的标签 很可能是内地青年歌手交流代表 这标签非常广泛 可能指的是他在歌手 当打之年中演艺的 打拉崩巴 这首歌曲在多个国家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去年他曾常驻于 时光音乐会2 每场演出都光芒四溢 一年没有常驻殷宗的他 很可能会再度登台 我们期待一下吧 很多人包括一些粉丝 对周深频繁参加综艺有很大质疑 且不说质疑的对错 看看周深怎么说 在采访中周深说 身为一人没有任何外在刺激的话 就很难得到真正的锻炼 所以他去参加综艺 一方面为了更多的曝光 一方面为了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增加曝光自然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舞台 而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就是周深自己所说 参加综艺会让所有东西无所遁形 可能让歌迷看到舞台和音乐之外 最真实的一面 在参加综艺的过程中 周深也越来越享受 坦然活着的自然状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随时随刻能坦然地展示真实的自己 才能在舞台上不坐坐 在音乐中展示真实的情感 不刻意伪装 不去精心包装 毫无顾忌地展示真实的自己 还能被大多数人喜欢 说明能力之强大 品行之优秀 魅力之无限 这样的艺人不会塌房 因为表里如一 舞台上下如一 歌迷也能从综艺里了解 更加立体的周深 周深也坦言参加综艺 也做好了被别人不喜欢 不理解的心理准备 小编想说 30岁的周深 却有着40岁的不惑 甚至有着70岁的从心所欲 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跳沉水高山 我恨那孤单 原谅我原谅 这是你生命不过 是我身旁的地方 带着遍复和你从地上 到处口有青春的一样 好山好水好地方 舅舅大路都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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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身旁的地方 在这边回来的地上 到处复和我 都宽敞了 都宽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